來歡迎美國總統拜登 來簽署了行政命令 來強化政府這個告白美國的政策 讓美國的企業和產品 可以先來得到這個聯邦政府的企業 影響美國製作的路線 和連總會主席葉倫 美國總統拜登 日後實現競選行路 參數告白美國的行政命令 加強聯邦政府對美國産品 和服務的採購訴求 而且在美國行政管理和伊産局 創作專制的節目來執行 頭過加強投資製作業到六項 來促進美國生產 增加更加的主要機會 而且也加作行政命令的一部分 美國政府會慢慢跟車隊 換作美國製作的電動車 拜登會隔壁美國政策 基本上跟川普政府的政策 控制一地 不過比現在的制度更加完整 希望在疫情的衝擊之下 強化美國産業會優勢 減少對外國企業會依賴 另外 拜登同一天 也在北京參數行政命令 匯獨川普時代 對核心北人數作兵的禁令 經濟CNN的統計 拜登9月6天 總共已經參數 33項的行政命令 如果是美國參議員 2511 84票贊成 15票反對的阿兜勝投訴 通過正連總會主席 葉倫的人數案 75票葉倫 也正在美國輸送頭一個流行的財政補充 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 日後在大沃斯經濟論 頂管基礎 中國堅持推動 左邊主義 協助世界的強制 疫情的經濟危機 不過別強強調說 中國最近這幾年 對來更加專制 對我是太主信 挑戰美國的安裝 反應和價格觀 所以習近平的言論 不會改變 美國對北京的政策 不過會用耐心去面對 而且會繼續關注中國 逃脫美國地匯 再三款的感到外面 我們認為 我們需要 比方強調說 拜登會待全民檢討完成後 這個觀點說 要怎麼發展美中關係 也強調說 他會用左邊的方式 來處理美中關係 跟學民友 尤其方便來去組織 中國的經濟濫困 共識新聞 競爭競爭